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法师 各位记事 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研讨大致的论卷39 请翻开讲义1117页 这一卷一样在解释摩河佛罗蜜经的往生品 往生品提到有三类的菩萨来生到这个世间 另外有提到44类的菩萨从这个地方生到其他地方去 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提到19类的菩萨 从这个地方生到其他地方 接着要谈第20类的菩萨 魏正四地 这些菩萨是一生补出的菩萨 经上说 摄利福有菩萨谋萨修四禅乃至十八不共法 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设定乃至六度 十八空乃至随分学佛的一些功德 十利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等等 那这么多的法学了以后呢 却魏正四地 四地有苦疾灭道 魏正四地呢 特别是灭地的灭盘 这时候菩萨可能还对于灭地的灭盘 故意留而不正 当知是菩萨一生补出 经文是这样子 那外人他看经非常非常仔细 一生补出的菩萨 我一般说他在什么地方 在多帅天 多帅天算是欲界色界还是无色界 在欲界嘛 那欲界有禅定吗 欲界那是色界才有禅定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外人他非常留意 他首先提出个问题 如果一生补出菩萨 他是生在多帅天 那多帅天是欲界啊 既然是欲界的话 为什么说他得是禅定 是禅啊 是无色定等等 如果说得是禅 有禅定的话 那应该生到四禅天啊 或者是无色界天啊 为什么还在欲界的多帅天呢 好 论主回答 说这菩萨 他是生多帅天上 欲界的多帅天上 在那个地方在修禅定 离欲而得是禅 禅定有分两种 一个是修得定 一个是生得定 像我们在欲界的众生 如果说我们好好 喝五欲 去五盖 好好修学 还是一样 虽然人在欲界 但是还是可以得到禅定嘛 好 论主第一个 从这个角度来说 第二 菩萨 这补触菩萨离欲以来 久具足佛法 很早就禅欲以来有参定 那为什么会生到欲界天来呢 他是以方便力 水补触法 他是有方便 有善巧方便 那一生补触的菩萨 通常都是在斗率天 所以以方便力而生斗率天 为正是地者 是这样的一生补触菩萨 他没有能力证得四圣地吗 其实不是 他是固留不正 如果取正的话 万一悲心不足 会落入必知佛 菩萨他是为了成佛 所以固留不正 不急着正灭盘 再来第二十一类的菩萨 九节修正是顿根 经上说 师利福有菩萨摩萨 无量阿生其节修行 得无上正等菩提 好 顿的解释 菩萨算重善根 求无上菩提 以顿根杂形故 久乃得之 为什么要修那么久呢 因为第一个是顿根 第二个杂形 杂形就是没有纯粹 或者说有时候善心 有时候夹杂了一些杂染心 不纯 但是这一类的菩萨 虽然是顿根 虽然是杂形 因为他身重善根 必得无上菩提 虽然是慢一点 但是早晚会得到 那有的 当然是一方面又杂形 二方面又没有身重善根 又顿根 那就不一定会得无上菩提 再来第二十二类的菩萨 菩萨常精进 不说无意识 我们先看角株二十二 变成导师的归类 菩萨常精进的有两类的菩萨 不说无意识 这是属于第二十二类的菩萨 另外一类菩萨常精进 断众生三二道 这是指第二十三类的菩萨 我们先谈第二十二类 这类菩萨有菩萨摩萨 注六波罗蜜 常情精进 利益众生 不说无意之事 这类众生 他不说会话 他要说话 金口一开 一定是有利益众生的 我们看论的解释 是菩萨先有恶口顾 他可能以前也是 没有好好的守住嘴巴 吃了很多的亏 所以他现在发愿 菩萨心愿言 我永离口四过 嘴巴非常容易造作过失 妄语 恶口 两舌 奇遇 等等 所以菩萨发愿 永远远离口的四种过失 行利益众生 不说无意之事 恐有错谬故 不说无意事 父子 此菩萨 知道般若波罗蜜中诸法 无有定向 不可拙 不可说相顾 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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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十相波罗 他是心形楚灭 言语道断 对不对 所以不能够执着 所以有的地方讲十相波罗 就像火 猛烈的火 四边不可拙 不可说相 因为言语道断 足是知能利益者皆是佛法 若不能利益 虽种种好语非是佛法 所以我们要说要劝人种种 要想想到底对众生是不是有利 举药来说 譬如种种好药 如果不能够治病 不能够把病治好 不明为药 相反的 有些 水手可得 不一定很高贵 稍微取一些泥土 能够把病治好的 那个就是药 就是好的药 以事故 因为怕一说就有错误 所以不说无益之事 这边联想到 就是我们要劝人 比如说看到别人有过失 我们要劝人为善 基本上要具备五种条件 第一个是真实 我们看到别人有过失 有时候是自己误会别人 那不是真实的 那没有好好的求证 就一直指责别人的过失 这个不好 所以第一个要真实 对方确实有这个过失 第二个就是 我们说了指点他以后 真的要对他有益 就是如这里所说的 如果说对他没有利益 那我们说人家过失 只是发泄自己的脾气 这个对人家 对自己没有利益 这别人也没有利益 这个反而容易产生纷争 所以第一个真实 第二个要利益 第三个要合乎时节 有时候要点醒他 要恰当的时机 时机不对的话 效果就差了 有时候一点效果都没有 第四个就是要柔软语 就是态度 他虽然是真实 你也是为了利益他人 也恰当时机 但是我们的态度要柔软 要让他能够心悦成福的接受 并不是破口大骂 或者是刺激他 第五个是要起慈心 而不是起恶心 第四是属于在口业上 第五个起慈心 是在意念上 要起慈慈悲心 如果这五个条件坚固的话 也利益他人 效果也比较好 再我们看第二十三类的菩萨 这是常精进而断众生三恶道 经 这里佛有菩萨摩萨行六波罗蜜 常勤精进利益众生 从一佛国至一佛国 断众生三恶道 这一类的菩萨 他特别去度化的对象 是三恶道的众生 是属于让众生得离苦的这方面 相对的第二十四类的菩萨 他是以财施人 二三类是三恶道 二四类是人 二三类是令众生得离苦 二十四类是让众生得喜乐 得安乐 二三类说 菩萨柱六神通到十方四界 遮上中下三种不善道 不善就是恶 三种不善道就是三恶道 我们看一下角注二十七 我们如果说修学十善道的话 那可以升到仁天 那如果造了十不善道的话 那就会度三恶道 那三恶道如果上品的恶道 那就是属于地狱 就是地狱道 中品的就是畜生道 下品的是恶鬼道 二三类的菩萨 他非常有悲悦 到十方世界 希望能够拔除众生 三恶道的苦 接着二十四类的菩萨 以财诗人 经 有菩萨摩萨 住六波罗蜜 以布施为上手 安乐 一切众生 前面是拔苦 这边是给乐 需要饮食的就给他饮食 需要衣服 卧聚 或者樱落 花香 房舍 灯竹 看他需要什么 我们就攻击他什么 论了解释 菩萨有两种 一个是令众生得离苦 第二个是能够给他安乐 得离苦的 这是指二十三类的菩萨 给安乐 这是二十四类的菩萨 另外有两种 怜悯三恶道的众生 这是二十三类 断众生的三恶道 再来怜悯人 这是指二十四类的 菩萨给众生乐 怜悯人 故 谁所需 皆给以知 这是指第二十四类的菩萨 我们接着看第二十五类的菩萨 向豪 变身如佛 以法师三恶道 那么第二十五类跟二十四类比起来 二十四类他是财师 二十五类是法师 二十四类他是财师给人 二十五类是法师给三恶道 这是对比 我们看经 摄利福 有菩萨谋杀行 波尔波罗密实 变身如佛 为地狱中的众生 还有畜生道的众生 恶鬼道的众生说法 我们看一下角度二十九 导师的笔记有归纳 这四类的菩萨 有四类的菩萨 他是向好庄严的 变身如佛 以法师三恶道 这是第二十五类的菩萨 再来以法师众生 供养诸佛 听闻佛法 庄严佛土 这是第二十六类 接着向好延伸 诸根名利 以三圣度众生 这是第二十七类 接着诸根净利 不至高 不下他 这是第二十八类 我们看论 说菩萨 菩萨他还是菩萨生 那你为什么要变身如佛 是不是 看起来好像不尊重佛 你还不是佛 你为什么要骗人 要变身像佛那样子 论主回答 因为菩萨他目的是要度化众生 他不是要骗人 因为有的众生 看到佛身 就比较容易受人度化 那有的人 见转轮身亡的余生 得度 那不太一定 那因为有的众生 喜欢看到佛身 而被度化 所以菩萨 随着他的根性 随着他的需要 而变身做佛 父子 世间 一般人 称佛的名字是大悲 是世尊 如果以佛身 到地狱去度化地狱的众生 那么 严格王诸鬼神 就不会阻碍他 为什么 因为这些鬼神 他们所 所恭敬 重养的 就是佛 既然是佛来度化了 就不要遮止他 底下解释 为善恶道众生说法 首先 另外提出一个问题 地狱众生经常都有苦痛 那怎么能够受教化呢 我以为若地狱中火烧经常有苦痛 心里也很散乱 不得受法 怎么可以受教化呢 打约 菩萨已不可失忆神通力 他首先先暂时解除他的苦 所以 也得烧油锅 种种的 那这菩萨就先 这个油锅 火让他熄灭 让狱卒先不要去破坏他们 而且菩萨放光照明 让这些地狱众生心里得到喜乐 这时候为他说法 他听闻就比较容易受持 那三恶道众生 他听闻佛法得到的利益各有不同 同样的人也是一样 佛以一阴眼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那一个人获得利益不同 万就提出一个问题 如果说 有菩萨到地去为众生说法 他们到底能不能得到呢 能不能开悟得解脱呢 打约 虽然不得到 不过可以种得到的善根因缘 那为什么不能得到 因为罪太重了 所以不能够得到 那出生道的时候就比较好一点 有的得到 有的不能得到 那这里举出生道得到的例子 如阿那菩达多龙王 还有沙解龙王等的菩萨道 有的地方提到前面这位龙王他得七地 后面这位得十地 这都是大菩萨的视线 另外二鬼道 鬼神道中也有得到的 也有不得到的 得到的 鬼神道 这里举个例子 像夜叉 密基金刚 或者是鬼之墨 他们有得到的 是大菩萨 密基金刚 他也是夜叉 夜叉之一 接着 二十六类的菩萨 像好 验身如佛 以法 来布施给众生 供养出佛 经文佛法 庄严佛世界 经 瑟利福 有菩萨摩萨行六波罗密实 便身如佛 便智十方如横河沙等 诸佛世界 他到那么多地方去 有几个药物要做的 其中一个就是为众生说法 再来为供养诸佛 还有进佛世界 这是他主要的目的 还有听闻佛说法 棺材十方 尽妙国土像 来致起殊胜世界 就像阿弥陀佛 当法杖比丘的时候 游诸佛国 取各地的庄严 国土庄严 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 能够提供众生 好好的修学 其中菩萨摩萨皆是一生补促 底下解释 辩生如佛 为十方世界众生说法 菩萨便为六道说法 这个就不限于人 或者是三个道 它是六道 以佛生 为十方众生说法 若众生闻弟子教 则不能信授 若闻佛独尊自在者说法 信授其余 有人希望听到佛说法 如果是佛弟子的话 有人不喜欢听 所以他变身如佛 为他们说法 菩萨二世因缘故 供养出佛庄严世界 第一个是听闻庄严世界法 要有庄严世界 也有庄严世界的方法 各种三角不同 再来就是到十方佛国 取清净世界相 要建筑一个好的道场 先多方观摩 取各地的优点 行业因缘转负殊胜 光明亦多 随着此国土中 皆一生补助菩萨 外人又提出一个问题 看到医生补助菩萨 他马上联想到什么 医生补助在什么地方 又多帅天 但是他自己提出一个问题 之前已经说到 医生补助是在多帅天上 但是这个地方 他没有说是多帅天 他是在他方世界 他方世界 在这个他方世界的菩萨 有那么多的 一生补助菩萨 所以他想要求证一件事 是不是所有的一生 补助菩萨 一定只有在多帅天 或者说多帅天以外 他方佛国也有可能 有一生补助的菩萨 大约都帅天上一生补助者 这是三千世界常访 其他地方就不一定 大概这有一个比较隐藏一个伏笔 就是除了在多帅天以外 他方世界也有一生补助的菩萨 所谓第一清净者 转身成佛故 接着二十七类的菩萨 像豪 庄严其身 诸根名利 以三圣来度化众生 经 有菩萨谋杀行六菩萨密实 成就三十二相 诸根尽利 就是他的根 他是利根的 而且是清净的 诸根尽利故 众人爱尽 以爱尽故 他说法 众生就容易信受 随着众生的根性 以三圣法来度化他们 有的用声闻 有的用壁之佛法 别人用大圣的佛法 来度化他们 诸是射利福 菩萨摩萨行不耳不容一时 应学身清净 口清净 我们看论的解释 菩萨欲令众生 眼见其身 得度故 以三十二相庄严其身 如果向好庄严 有的众生 他看了会起爱敬 算是度化众生的方便 诸根尽利 我们在三十八卷 有提到利根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说这个人利根顿根 那什么是利根 那什么是利根 在俱士论有提到二十二根 那哪一个是利根 在三十八卷那边有提到几种不同的说法 一个是会根 智慧会根利顿 第二个是扩充 不只会根 信根 精净根 念定会 信净念定会 这五根 不限于会根 在第三说 十八根 都是利根 十八根 除了信净念定会 这五根以外 眼耳鼻舌胜利 这六根也是利的 眼耕明利 没有污浊 眼耳鼻舌生意 另外有提到 喜乐苦忧舍 这五受根 那这为什么说是利呢 比如说我们受热的时候 也能够知道热是无常 不会单着贪欲 这个才叫利根 如果受热 贪着喜乐 这个就叫顿根 另外是难根 不着西华 能够知道欲的过患 还有命根 不会被老病贫穷所困扰 另外还有提到三善根 才是利根 就不贪不撑不吃 如果善不善根 贪成痴 那就是顿根的咯 还有提到三五肉根 这是五肉的 为之当之根 以之根 去之根等等 有种种不同的讲法 好 那这里我们注意一下 这里解释诸根净利 他提到哪些根呢 就是颜等诸根明利 出过于人 不只是会根 就是颜耳鼻车深意 他眼睛很轻 意念也很清明 另外信根会根 诸心所根等 这个很明利 也很清净 这一类的就是 类似信净念定会 这一类的 所以我们反省 我们到底是利根还顿根 就想想 我到底有没有信净念定会 我意根有没有净进啊 等等 从这边来反省 再来见者 见到菩萨这样子诸根明利 赞叹非常稀有 菩萨有这些像好 诸根明利我们都没有 而爱敬者菩萨信授其欲 世事俱足道化 菩萨看到众生信授他 他的话语 他就方便关机斗教 以三圣 三圣法 来引导他们得到解脱 以三圣道入灵盘 那我们要诸根明利 要诸根清净 到底要怎么样得到利根 怎么样让他清净呢 怎么样得到三十二相好呢 底下就提到 相好跟诸根净利的因缘 那就是要申口业清净 如果说我们申口业不清净 经常发脾气 那怎么会相好呢 对不对 三十二相严等诸根 这是从申口业因缘清净而得 所以佛说 菩萨应当清净 申口业 第二十八类的菩萨 相好 那也是诸根净利 不至高不下他 经 摄利福有菩萨 有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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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六波罗蜜石 得诸根净 以示净根而不至高 亦不下他 论的解说 菩萨 常生净行六波罗蜜故 得严等诸根净利 人皆爱净 这里提到我们要让 吟耳鼻色生意这些清净 要立根的话 那要行清净的六波罗蜜 得到这个 严等诸根净利 人皆爱净 这个还是属于色生方面的 重点 吟耳鼻色生 而后面的 慧等诸心述法根 这是信经念听慧 这是主动在 心法 前面严 鼻色生 色法 后面 走用在心法 净利无比 但是这菩萨 他信经念定慧 这个诸根 这么样清净 这么样明利 他是用来度化众生 不是用来炫耀的 或者是起交慢心 轻慢他人 他不是用来做这个事 而世间常法 如果稍微 得到比较特殊的 比较高明一点的 就会起高慢的心 清见其他人 心里想 你们没有 这些事情 你们都是顿根 我是利根 但是要注意 因为这样清慢于人的缘故 凡思佛道 所以我们在还没得到不退传之前 都是在前因后果 不断的造业受报当中 所以不要清慢他人 诸如经中说 菩萨 清慢其他的菩萨 只要动一个念头 他就远离佛道一解 这个损失可大了 那你再动一个念头 又远离一解 念念一解 远离佛道 那如果没有退失菩利心 要补回来的话 那要没有间断 要用心的一解一解一解 再补回来 更修佛道 所以警惕我们 不要起高慢的心 不要轻视他人 接着第29类的菩萨 诸布施 慈戒布罗蜜 乃至不退转地 忠不多恶道 我们看一下角注45 导师笔记这里 有提到四类的菩萨 都是提到 祝布施 还有慈戒布罗蜜的 乃至不退转地 忠不多恶道 这是第29类的菩萨 乃至不退转地 常不舍食善 这是第30类 再做转人圣王 安利众生于食善道中 而且以财物来布施给众生 这是31类的菩萨 再来做转人圣王 经常遇到很多的佛 公养出佛 礼敬赞叹 这是第32类的菩萨 我们先看第29类 经 有菩萨摩萨从初发心 祝富士波罗蜜 此戒波罗蜜 乃至不退转地 忠不多恶道 这菩萨从初发心以来 他是非常怕剁住三恶道 那怎么样才能不多三恶道呢 他要多做功德 以所做功德愿 他不多三恶道 如果因为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对不对 会剁三恶道 那一定有种这些恶因 那不想剁三恶道的话 就不要种恶因 而且要行种种的功德 乃至不退转地者 就是还没达到不退转之前 一不小心啊 他就会剁三恶道 所以经常要发愿 要经常行功德 不要造恶业 再来菩萨心里这样想 如果我剁三恶道的话 自己都不能度自己 那怎么度别人呢 又受三恶道苦恼时 因为撑恶的缘故 结识又增长 不但烦恼没有减轻 又更加的增长的烦恼 一有烦恼又造恶业 造恶业又受苦报 永远一直沦回不息 这样子无穷 那什么时候才能够修行成就活道呢 外人又问 如果我们不希望剁三恶道 那依着持戒也可以不剁三恶道 所以外人他注意到这一点 说如果我们好好持戒 靠着持戒的果报 就可以不多恶道的话 那何必说布施呢 因为经是讲布施跟持戒的因缘 他问的也很有道理 好 论主回答 持戒是不多恶道的根本 布施也能够不多恶道 但是布施看怎么布施 如果说清净的布施 那可以生仁天嘛 对不对 但是不清净的布施 破的烂的什么不要的给别人 或者说内心要有杂染 忽明钓鱼等等 这些不清净的话 或者有的偷别人的再转走出去 这个就不一定了 不一定得得仁天 所以布施还要在分辟 但是持戒 这是不多恶道的根本 好 第二个理由 为什么菩萨光持持戒还不够 还有布施呢 论主题的这个理由很有道理 复赐 菩萨持戒 如果只是持戒 虽然可以不多恶道 但是你生到人中 没有修布施 结果很贫穷 你很贫穷 你菩萨怎么去利益众生呢 有时候自己都脱空波了 对不对 那你怎么还利益众生 所以不能自利 又不能够利别人 所以如果说持戒 再搭配布施的话 那不但不多三恶道 还可以得到人中 富贵 能够自利又利人 其他的波罗密 各有其事 第三十类的菩萨 乃至不退准地 常不舍食善 经 有菩萨谋杀 从初发心 乃至不退准地 常不舍食善行 食善就是生口意 生不杀生不偷到不邪淫 口的四个 意义是不贪不撑不邪贱 论的几说 佛说持戒 故不多恶道 不失随足 持戒是不多恶道的根本 再搭配布施的话 可以避免生到人中贫穷 为了让菩萨了解 怎么样行慈戒波罗密 乃至到不对转 怎么样行慈戒波罗密呢 他的要点就是 常行食善道 就是为定知如何行 士多波罗密 故 说常行食善 再来 先菩萨持戒不劳固 用布施来随住 来佐助他 现在说 如果持戒劳固 不舍食善 就不多三恶道 三十一类的菩萨 诸布施 慈戒度中 做转人圣王 安利众生于十善道 以财物 布施给众生 经 射利福 有菩萨摩萨 诸布施波罗密 慈戒波罗密中 做转人圣王 安利众生于十善道 以财物布施众生 论的解释 以布施 慈戒波罗密的因缘 来做转人圣王 行慈戒波罗密固 能令众生信受十善 我们要劝化众生 行慈善道 自己也要经常行慈善 要对慈戒波罗密 要好好的持守 众生才容易信受 再来 行布施波罗密 以财宝 来布施给众生 转人圣王他福得大了 所以 财宝是给众生 无穷无尽 接着有人问 是不是一切的菩萨 都行布施 慈戒 这两个波罗密 而做转人圣王呢 打约 这不一定 为什么 如慈禀中 诸菩萨种种法入佛道 菩萨有很多种类型 不一定每一个都修 布施直接先做转人圣王 这不一定 有菩萨闻转人圣王以法 听说在这个地方 能够多利益众生 所以他发愿 做转人圣王 来利益众生 有的菩萨种了 转人圣王的因缘 他虽然没有发愿 要做转人圣王 可能其他愿 也不一定很强 所以种了这个因缘 没有到其他地方去 要得转人圣王 报 自行布施瓷戒 而菩萨密固 做转人圣王 不只是自己修布施瓷戒 他也教一切众生 行十三道 教他们瓷戒 也自己修布施 第三十二类的菩萨 住布施瓷戒度 做转人圣王 常遇到很多的佛 供养 礼敬赞叹 有人听闻以后 产生一个疑问 是一世做转人圣王 或者是很多世做转人圣王 所以底下经佛告设立佛 有菩萨摩萨 住布施 此戒波罗密 这不只一世做转人圣王 他无量千万事 做转人圣王 遇到无量百千出佛 供养 恭敬尊重赞叹 论得解说 做转人圣王 有两个主要的目的 第一个 大为利益众生 第二个 为供养诸佛 就这两个 若菩萨知 做转人圣王 大利益众生者 他叫做转人圣王 如果知道 以其他的身 也能够大为利益众生的话 那就不一定要做转人圣王 做其他的身 也未尝不可 复制 欲以世间法 大供养诸佛故 做转人圣王 再来三十三类的菩萨 住般若 偏重于文师 常依法 照明众生 也自己照 光明 光明除了说 日光灯 太阳灯以外 还有智慧的光明 这里所讲的就是 佛法的智慧光明 斯利福 有菩萨摩萨 常为众生 以法照明 亦以智照 就是以智慧光明 能够照亮众生 也照亮自己 不会被无名所蒙蔽 他有智慧光明 乃至 随便让他生起 以下先解释 以法照明 以智照 上菩萨行 布施 此界 波罗蜜 作证 圣王 现在这三十三类的菩萨 他不是行布施 此界 他重点是行般若 而且是文师的 这方面 分别诸经 读诵波罗经 当意念 思维 分别诸法 以求佛道 用这样的智慧光明 利益自己 也利益众生 就好像在黑暗的道路 我们点个灯 也能够照亮自己 也能够照亮别人 接着解释 不离照明 忠不离者 是因缘故 忠不离智慧光明 什么因缘 不离智慧光明 什么因缘呢 就是科判这里所说的 要读诵 思维经法 要不断地读波罗经 要意念 要思维 要分别诸法 要求佛道 因为他不断地 在熏习这些经法 所以 就会有智慧光明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不断地读大制度论 不离智慧光明 乃至的无上菩提 底下又有提到 事事不施智慧光明 前面是说 我们自己听 经文读诵 般若 是有智慧光明 没有错 下面更进一步 要清静的法布施 不会赶快学 学会要赶快 布施给别人 要清静说法 让众生知道诸法实相 这样才能够 事事不施智慧光明 那怎么样 清静的法布施呢 要不求明文立养 要供养 恭敬 不贪弟子 不要自以为了不起 我有智慧 不要产生高慢心 轻视别人 也不要讥笑别人 讽刺别人 但念十方诸佛 是以慈心来敏念众生 那我们这样的学佛道 十方诸佛 它是清静说法 它是敏念众生的说法 它没有起高慢心 所以我们学佛 我们也要清静说法 不要起高慢心 说法 不会执着这个法 那个法 无所依止 不会有所执着 但为众生 要以悲心为众生 众生 他也不知道诸法实相空相 如是清静说法 是是不失智慧光明 乃至无上菩提 所以我们要经常有智慧光明 需要具备几个要素 第一个不断的询文经教 读诵思维 再来要清静的法不失 十字毕菩萨论有提到 有四种情况会退失智慧 第一个就是不恭敬法 不恭敬说法人 那一定是退失智慧的 对法都不恭敬 跟法怎么会相应呢 不恭敬说法者 怎么可能从说法者那边 来听闻佛法得到利益呢 所以这个就会退失智慧 第二个会退失智慧的 就是我们虽然说学了这个法 但是隐藏而不说 这千贪的人 不喜欢行财布式的 会得贫穷报 对不对 那令法的人 好的法不跟人家分享 也会得鱼吃报 这类就会退失智慧 第三种会退失智慧的音源 就是有人非常喜欢听法 可是我们做种种的障碍 不让他去听法 这个阻碍人家听法 这个当然自己 宗教不好的音源 也会退失智慧 第四个就是怀骄慢心 自己挤高慢心 倾施别人 这个也会退失智慧 所以我们希望智慧光明 能够不离 生生世世的 常随着我们 智利利人 这些大家共勉 再来以得尊重 如果菩萨能够 不断的听闻熏习 般若经教 也能够清净法师 众生当然就尊重他 身口意不敬 不要让他随便起来 能以清净法师者 那就不应该 夹杂生口意的恶业 如果起生口意的恶 听闻的人就不相信 不容易信受 如果我们异业不清净 那智慧怎么会光明呢 就杂染了 那智慧不明 当然就不能够 善行菩萨道 所以我们要行菩萨道 很容易 很迅速的达到目的 那就不要起不敬 不要夹杂染 复制 不但此意菩萨 这个身口意不敬 不要让他忘记 上来菩萨 如果能够让好好的修学 不起身口意不敬 那皆明尊重佛教 我们要听闻佛 要信受诸佛 那就要听佛的话 对不对 不要起身口意的不敬 如果菩萨欲行菩萨道 皆不应杂罪行 一切恶业苦令忘记 杂行者于行道则难 不能很快的成就佛道 因为罪业的因缘 会坏种种福德 又罪业 智慧不光明 当然就不容易很快 成就佛道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